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胡尔娟的牛逼 未大薰带杨幂逛街实锤了 娜娜并不想让传闻继续扩散 很快就出来澄清 他们只是朋友逛街 但评论区的画风 因为他俩可不只是一起逛街这么简单 比较表象的 他们有一堆同款情侣装 同款衬衫 这个T恤有节目粉丝辟谣 表示这是密学大逃脱 节目组给他们准备的衣服 所有人都一样 不能算情侣装 那之前那些呢 如果不是同款 又都差不多在一起录节目的同个时期 难道是同一件衣服两个人穿 再深一层 前天七夕节 杨幂居然从下午就开始跟魏大薰打游戏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 魏大薰这个号之前 也压根就没想着隐晦 杨幂还在用狐狸美张自己 他干脆投像就是自己的大脸 现在背巴 两个人都把自己的游戏记录隐藏了 但从战绩曲线能看出来 昨晚他俩居然还在一起打游戏 七夕一起打游戏到半夜 隔天相约逛街 被扒皮绯闻之后继续一起打 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至少说明他俩是真的很在打游戏 魏大薰老早老早就喜欢杨幂了 2006年 他还上高三 就在博客上对杨幂表白 而且看他说话这意思 应该是听到很多杨幂不好的传言 但还是喜欢他 尤其喜欢大的眼睛 还为他考上了中戏 这位兄弟考中中戏 终实是费了一番苦工 他以前巨胖 上初中时就是个小胖子 长大变成大胖子 最胖的时候200多斤 表白杨幂的博客前后 也有记录他自己减肥的心酸历程 各种设定目标也是一个励志boy 上了大学还得坚持瘦身塑形 一直到这样 做一个胖子真的很心酸 好不容易瘦下来 还要苦恼 减完肥松皮的腰子 魏导勋刚从中戏毕业入行的时候 满的都是大街年代剧 完全没水花 2016年 2014年 他跑去跟韩国娱乐公司JYP签了合约 这样他多了些饮食资源 但还是不红 直到认识何老师 2015年 他在何老师导演的《枝子花开》 里面演了个角色 后面拜托了冰箱 王家儿有意气没空 何老师就叫他来客串 魏大勋才在国内综艺界有姓名 接着又被何老师带着 跟回家一样不断上快笨 还认了谢娜做师傅 后面又接连上了我们相爱吧 明星大侦探 我是大侦探 密室大逃脱等等综艺 魏大勋一步步站稳脚跟 成为现在很有梗的资深综艺咖 走红之后 他终于有了跟女神杨幂对话的资格 从2016年初就开始 不断地给杨幂留言 杨幂时回时不回 在别的采访里 也不掩饰自己对杨幂的喜欢 问他最欣赏的男女艺人分别是 答 何种 何杨幂 硬财而问他 杨幂跟AB选谁 选杨幂 那杨幂跟迪丽热巴选谁 还是选杨幂 密杰打游戏最厉害 那他老嫌弃我菜 不愿意跟我玩 2018年 魏大勋终于有机会 跟杨幂一起录综艺 扮演的角色还是一对夫妻 魏大勋开心炸了 还专门发了条微博 炫耀自己终于圆梦 所以魏大勋对杨幂 是多年谜底熬成伴侣的心态 居然还有一丝励志 而杨幂对魏大勋的态度 却是经历过一番改变的 去年在我市大侦探合作 魏大勋对杨幂很热切 杨幂却不太搭理他的样子 但隔了一年再上历史大逃脱 杨幂就对魏大勋熟络了多了 互相吹泡泡什么的 不要太甜 最吓人的那期节目里 杨幂被吓到 都是第一时间 串进魏大勋的怀里 大勋花也很给男友力 会注意保护他 5月份他俩在一起晚会上表演 彩排师魏大勋都是低着头 跟杨幂说话 显得很宠溺 所以他俩难道真的有事 但因为魏大勋跟何老师之前 酱酱酱酱的传闻 这次跟杨幂传本文 还是有很多人不信 随后一个跟他俩一起打游戏的 叫Kiki的博主下场发声 暗示三人都是朋友 是很纯洁的姐妹关系 这几乎等于直接说魏大勋是gay了吧 不造 是不是担心自己说错话 今天凌晨Kiki又出来补了一句 大勋性取向是妹子 我们关系好才说的姐妹 可是最先爆料的po主 今天又发了一张疑似 杨幂和魏大勋玩手的高糊涂 总之现在基本所有人 都把他俩的关系定性了 不是姐妹就是情侣 再没其他可能 这边魏大勋还烦着呢 那边他师父谢娜问题也来了 昨晚突然爆出这么一条信息 外张杰谢娜 但是某微博大V也发了这么一条消息 又一对离婚了 震撼全家 关键词吐 不是赵丽宜那对 然后各种评论区里就 看完人不就先吐槽一句 怎么又是张碧晨 凉凉 这首歌是不是有毒 第一反应很不敢相信 张杰谢娜这对夫妻土是土 做是做 但感情一直是全力著名的好 很少有乱七八糟的绯闻出现 最近张杰在搞自己的循婚演唱会 忙得回不了家 但五月份还删了亲戚脸照 六月份删了全家补照片 二人微博互动 前不久何老师还爆料说 张杰发了条甜度贼高的朋友圈 结婚七年 我才知道什么叫七年之样 就是一天见不到这个人 你就想得心样 这么另外的两个人 居然也会出现第三者 还会离婚 给到张碧晨方面的料 好像是也有点苗头 八月一日 张碧晨工作室发布八月行程 初始版本里 四五六号都要在长沙录快本 但一天半之后 突然编辑微博 三天录快本的行程突然没有了 评论区的粉丝也很迷 发生什么事 物料制作一般都是提前敲定好的 而且隔了一天 盼才来赶 确实很奇怪 所以就有人猜测 难不成这中间发生一些事 谢娜一怒之下 要在芒果台奉杀张碧晨 谢娜之前确实有过类似的传闻 14年邓志其上歌手 对张杰就有些 她自己说话也很不避讳 直接说自己去网上 搜了很多张杰的东西 昨天整天做梦都是张杰 旁边的姑娘吓了一跳 赶紧提醒她 大姐可能会生气 谢娜粉丝 以及张杰谢娜CP粉也觉得不满 各种发帖子吐槽邓紫棋 起心彼意 让谢娜小心 但邓紫棋公司可能也是想搞搞事 那段时间 网上一大堆张杰跟邓紫棋的私下合影 绯闻到处都是 然后就有人爆料 芒果台的中国新生代 二 原本已经订了邓紫棋当导师 邓紫棋自己也很想去 但因为她和谢娜的绯闻 谢娜不允许她出现在芒果台 之后节目组才把这个名额给了希拉 而这次传闻里的张碧晨 跟张杰一样有些私下合影 但其实张碧晨介入张杰谢娜 被谢娜封杀的这个传闻 今年三月就在传了 当时谢娜发了跟张碧晨的聊天记录来辟谣 而最开始爆料里说的女主持人 其实也并不是谢娜 而是同在芒果台的赵子亮 主持过娱乐无极限和歌手 但是最最关键的 传来传去这么多料 别说实锤了 一个四母四雅的照片都没有 然后最先爆料土威夫妇离婚的大咪 也是现身说法了 回复网友表示不是张杰谢娜 刚刚张杰在采访里 还主动cue到谢娜和两个孩子 应该是没啥问题 慌里慌张的一天半 结果两人 两个大瓜没有一个宝树 气死了 拜托以后爆料的大家 都向牛骷髅与童女士学习一下 好不 有时车有逻辑 稳定放料 一拳拳吹死渣男 这才是优秀瓜农代表 安逸为大家周末愉快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